第144章 关于黑拳的光荣传统 范贤依然笑着地用言语刺激对方 你不是我的对手 叶灵仪一咬牙再次冲上来 这一次的气势就比之前更加猛烈 她五指合并为刀 顺劈而下 掌风破风竟然是呼呼声响 她本来就是一个女子 先天的真气就不如成年的男子那么充沛 所以叶刘云当初传他散手的时候 就花了些心思 叫他当遇到那些真气性过自己的高手的时候 就化指为掌 化散手为枯子之意 范贤膝头一惊 但是身体就没有在这一夜一夜的下坯掌风之中摇放 脚下边一急挫 已住在淡洲沿崖上练着的逃命功夫 瞄到尼癫那样 又或者是险到极处那样 和叶灵仪的每一下坯掌刷身而过 叶灵仪的掌风越来越厉害 四周云观战的人也隐约感觉到 墙间似乎有阴寒之风四处在刮 就好像无数把刀向范涵的身边飞舞 她隐约感觉到一丝危险 门行一声 看来的霸道真气暴满全身 脚踪在地上匆匆一顿 强行止住了后退的趋势 腰腹的道一用力 整个人就好像在后边那里被人打了一拳那样 一夜向前面弹回去 又推而进 竟然没有一丝中断姿势 将风消失 范涵也都消失了 下一刻 观战的那帮人都吓了大把口出不了声 范涵消失在叶灵仪的怀里 两只手就好像铁锦那样 掀着对方的架垃底 将她那个恐怖的双掌 举在自己的肩膀上边 准过来说 她是抢起叶灵仪 这两掌下劈的时候 用类似抱着对方的身发 掀着对方的要害 范涵这一招 看来好像很无賴 实质上 要在曼天的掌风之中 找到了唯一可以近身的途径 而且这一种途径 只是稍进即逝的极小空间 她的速度和眼光 都已经到了一种极为恐怖的地步 当然 都是五足叔叔教得好 叶灵仪忽然之间发觉 对方好像鬼魅一样 向着自己扑过来 然后就抱着自己 她眉头一走 她很清楚对方 可以靠近自己的身体 必须要拥有点弱的眼光手段 所以心里面要大为震惊 但是这个时候 方而不暖 停住了商长 整个人就腾空而起 毫无先兆地 她一脚向范涵的肋骨那里 踢了过去 这一脚如果踢中的话 恐怕范涵会痛到 躺在她身上 但是这个时候 她已经顾不到这么多了 刚好这个时候 范涵伤上一松 令到她的商长 未尽的鱼势自由落下来 人体的扣造就这么古怪了 如果你商长向下踢的话 那下面那一对脚 再想向上踢的话 就会觉得很奇怪 和很难 因为没地方着力 而范涵需要的 就是对方片刻的不适应 就是趁着这短暂的一刹那 她早就已经一拳挥了过去 这一次就是除了牛兰街杀人事件之外 范涵响京都出的第三拳 她每一拳都是打爆一个人的鼻 今日也都不例外 啪的一声轻响 一道蜃儿的血花飘过 极为之有美感 叶灵仪掩着的鼻蹲了下来 指尖之间流有鲜血 一会儿之后 她就通到哗哗声的大哭 范涵这个时候就动满 深想又是你要打架的 我现在陪你打架了 哪有打输了就哭的道理 业妇的那帮下人和丫鬟 早就已经围上来 但是就极为之有秩序 没有一拥而上 看来这位业家小姐 和人家决斗是很经常的事 但是依然有很多对目光 狠狠地挖拭范涵 范涵也极为超洒地 弹出弹长衫 无所谓 但是远处看热闹的 王家的示威 就压低一把声 轻叹到说 叶小姐 家学渊源 没想到 还是熬了姓范的一个黑拳 看着那样在地上哭的 业家小姐 范涵这个时候才想起 对方其实是一个 都还未到15岁的丫头 不过 他也没有什么好内疚 不打女人 并不代表自己 就愿意被女人打 想当年 自己的老妈子 刚刚入京的时候 就将眼前这个女子的父亲 如今京都手臂 叶仲大人 打成猪头 自己的五族叔叔 也曾经和叶刘云 在黄城之下大战一场 令到这位庆国大宗师 闭关几个月 写起用剑 而转用散手 自己打了叶灵意一拳 也算延续了这种光明传统 依照范涵的声情 打完架之后 自然就是各自回家 但是他怎么都没想到 范涵润竟然挖住自己一眼 似乎妹妹嫌自己出手太重 他只可以苦笑着月亮临头 看着妹妹 拦了手跟仔出来 为叶灵意抹去鼻上的那些鲜血 哎哟 这个叶灵意的鼻子 其实也挺漂亮的 不过现在就变成鼻梯虫了 叶仲家里有些姓叶 老妈指入姓叶 当年是否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就看对方不信超 如今我和叶灵意 也看对方不信超 看来这些都是长辈的威风 其实范涵是一个很沉稳的人 但是这个时候 场面就比较尴尬了 一时之间也不方便走开 所以也只可以想这些东西 来掩饰一下自己的情绪 第145章 大匹官与小手段 上 等了很久之后 那个哼哧啼啼的叶灵意 终于在范若药的安慰之下 平静了下来 她看范涵的眼神 除了怨恨之外 还多了一时敬畏 她毕竟是叶家的女子 既不如人 也不会过多狗钱 竟然挣扎着 向范涵行了一礼 表示认输 看到对方这么磊落 如此一来 那就令范涵有点不好意思 她咳了两声 随口就问道 你刚刚用的是什么掌法 叶灵意 索了索个鼻 她回答说 大匹官 我认输 但是这个只是我自己学艺不精 不关我们叶家家传的武艺事 范涵这个时候 才觉得这个姑娘仔 终于有一些可爱之处 她笑着说 大匹官这个名也挺好 看来 是流云散手的青春版 姑娘可以有这样的舞蹈收围 已经是不容易的了 这个商业互吹 有人开头 就有人接尾了 叶灵意 也掩住 伸着血丝的鼻 吓着两声 她问道 你用的是什么招数 叶家一家 全部都是武痴 叶灵意 这个时候 她不觉得没面 竟然是要知道 对方这么鬼魅 又难以想象的手段 究竟是什么招数 轻人酷母 但是从来都没有 好像范涵那样 即是依靠自己的真气 速度 判断 后发而先止 持着自己对人 在扣造的了解 攻击敌人 从来都不会在意的部位 从而获得 直小成多的胜利 这种手法 叶灵意 确实从来都没有见过 但是她的叔祖就见过了 翻闲 呆了呆 心想自己打黑拳 似乎也不算是什么招数 心头一动 她说到 都是一些小手段 叶姑娘快去疗伤 这些手段 是五足叔叔教她的杀人技 秘阶教授她的识人术 再加上牛栏街 那一次初次运用的心得 结合移成的一套技法 范嫌就将她改名为小手段 确实是名如其失 看来范嫌的小手段 也都会在京都出名 成为了某一种 可以记载落 武道必修书的科目 这个就是现在范嫌 没办法想象到的 如果不是的话 她一定会改名叫做什么 淡周折梅首 斯南鹿羊掌之类的 风花雪月名 不过今天小手段 总算胜了大批官 经入边 这种武道切磋 虽然大多数 在府里面进行 但毕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所以范嫌两府 并没有因为这件事 怎样 认输的叶宁仪 自然飞溜溜地走了 即是走的时候 坚持要将自己腰间的弯刀 带给范嫌 说是比武认输之后的彩头 在马车里面 范嫌 虎少主玩手里面的彩头 心里面就在想 跟一个姑娘仔打了一架 说不定还会得罪业妇呢 范又约似乎猜到他在想什么 微笑着说 不要紧了 叶宁仪子弟号母 天下皆知 如果不是 都不可能出到那位大宗司 而且叶宗大人 迟身甚整 更加不会因为这种小事 别生气 范嫌 叶宁仪子 叶宁仪子 赤是觉得 这些无稽 叶宁仪子 呵呵一笑 他问道 先前大哥 你拒绝和他决斗 反而令人很意外 意外 是担心京都里面 以为我怕死 之前已经说过的 他只是个七品高手 而我是一个连八笔高手 都可以杀得死的怪书生 就算我不同他交手 难道京都里面的那些人 都会以为我会害怕他 虽然说刀剑 确实比语言有力量 但是如果用语言 可以足够羞辱 打击对方的话 那又何必动刀动枪呢 说完这句话 他肥然之间一拍大鼻 他很后悔地说到话 唉 都已经打了一架了 再说这些东西 也都没用 叶宁仪 揭一声笑了出来 范嫌有点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叶家小姐 常常都会看我不顺眼 范若药想了一下之后 他认道 妹妹不知道 可能先前觉得 阿嫂嫁给你 不是一件好事 后来虽然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骗了她一次 等于借她的力 你才可以见到阿嫂 所以她吞不下这口气 范嫌虎笑着月说到话 唉 我就知道了 所谓规秘密之间 是没有秘密的 范若药继续解释到话 关键在于秘大人的学生 阿哥你上次用的 就是这个名头 现在好像很多人都知道 我们家和监察院陈大人的关系不错 可能是因为这件事露了马脚吧 范嫌心头一想 心想 不会被其他人 从这件事里猜出什么 吧 不过转念一想 叶家都是很多年之前的事 向京都进入几个月 就凭眼前所见 似乎京都的人 早就已经忘记了当年的事 范若药这个时候 就递了一张纸给她 她接过了之后 自小一看 就捋成一个沼纸团 向车窗外面扔了出去 纸上边是软而写过几句话 今天来别府的主要目的 就是来找未婚妻商量一下 马上就要拜见岳虎大人 这个要带些什么呢 虽然林玥仪 自小就和宰相没一起生活 但毕竟是妇女 怎么都比自己这个爱人 要清楚很多 第146章 大匹官与小手段 下 第二天 天色有点昏暗 一瓶口袋袋的乌云 遮盖着京城 也稍微削減了阳光的刺热 但是就令到京城 好像蒸笼一样 范嫌抹着汗 抹向甲竹道的街道之上 很认真地 在选择坦反上面的那些货物 这条甲竹道 是京都古董的杂山地 对于这些事物有兴趣的人 每逢天气不错的时候 都喜欢来这条街上 逛一下 逛一下有什么好东西 范嫌扮到好像行家那样 一脚踩在路肩之上 另外一脚就踩在摊反的牛皮纸上 用手指指着人家摊上的那些东西 大半的时辰 最终都是没有一个结果 各位摊主有点急了 真是看到他确实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 也都不好意思说些什么 也都只可以陪笑着说 这位公子 你究竟想选什么货 被烟壶 范嫌有点无奈地回答 远而说过 宰相大人这几年下来 最大的爱好就是玩比烟壶 所以他今天过来 就指望可以逃走一个美货 哪里猜到 看到眼都花了 都没看到一件入眼缘 行 你算是玩对的地方了 我这里的青花族 翡翠的 虎柏的 要哪种又哪种 尤其是翡翠 好东西来的 你看看这个 他拿去一个小立湖 湖色 青润眉黄 他继续说道话 你看到没有 黄阳鹿的 虽然年代也不是很久远 但是做工就没得说了 有翡翠鹿的嘛 范嫌森想要选的话 就要选个最贵的才行 但是各位摊主 就在围难地说道话 哦 翡翠鹿太惊贵了 用来做被烟壶的话 那些是要工中 才会用的款式来的 虽然现在没那么难找 但是如果在甲竹道上 找一个祖母陆的被烟壶的话 这样就有点难了 各位摊主救了好人 竟然帮范嫌 指了一间街头的大店 他说 如果要找祖母陆的被烟壶的话 就要去那一间了 范嫌多谢了之后 又放下几块碎银 拿了几块不知道是真是假的碎池片 才起身走 黄启年在旁边看着 面上边就浮出一丝微笑 甚至想 他这位大人 对着这帮凡夫走进 竟然是这么温柔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 心思愚发 入到那间大店 迎面而来的 就是一阵清风旁面而来 他定神一看 竟然 是一个拉住线平的风扇 在不停地摇 范嫌就大为赞叹 竟然不急着问被烟壶 才要找着店的老板 问清楚这扇线在哪里买的 一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是去年出的新火 店老板和那位商家 也有点交情 所以就放来门店里 做生招牌 问清楚那位商家的地址 范嫌就开始问被烟壶的事 那位店老板 上下打凉了范嫌两眼 从衣着上边 确认了对方荷包的深浅 这样才去后房 小心翼翼地捧了个盒出来 放在桌上打开 盒里面 铺着一些碎个红錦布 那些柔软之极的材质 可以垫住各式材料的被烟壶 防止打水 老板也不说其他什么 很干脆利落地问道 要好的 还是最好的 范嫌最喜欢这种感觉 他微笑着说 当然是最好的了 听见这句说话 老板竟然将盒子盖上 向腰间扔了半天 拿了一个淡青色的翡翠小糊 财色清润 没一丝杂质 真是有个尚好的材料 在里面 反描住一个读错寒江边的吊翁 不单止意境尚乘 那些不法轻足 更加是潜世有信 手艺更加是难得一见的鬼斧神功 开个家里呢 范嫌接过来放手上看 感觉掌心之处一片温润 手感非常好 有点痕 有点滑 有点润 两千两银银子 各位老板无无表情 似乎很烦有人过来买东西 显得有点不想理人家 但是这样的话 就令到范嫇来了兴趣 这个课式 确实是不错的 但是老店的作派 确实就不一样 他想了一想 自己在淡洲传的银子 加上妹妹孝敬给自己的 全部都给弟弟去了开书局 淡薄局 现在的生意也挺好的 但是后边要拿回的银子 自己都还没拿回 所以后来就通过藤志经 在肤里面调了两千两银子 他去了在花房上喝花酒 用了的四百两 还有最近用的一些银子 还剩下一千三百多两 所以他眉头一皱 说到说 八百两呢 范嫇是不懂还价的 但是前世的时候 那个靓靓的护士 经常陪他的时候 就跟他说过 女生买衣服 还价都是还三分之一的 范嫇就不像那些女生这么厉害 所以就还了一个 五分之二的价 谁知道 这位店老板竟然挖了他一眼 似乎很讨厌这位公子 完全就不识货 把盒子冷冷地吸起来 准备拿回去内房 范嫇这个时候就急了 他抹大口想叫他回来 打算再商量一刻价钱 但是顾不到 在旁边不出声的黄启年 向范嫇打出个眼色 范嫇有点奇怪的 跟着他走出去了 只是值四百两银而已 黄启年对着他 很恭敬地说道话 大人啊 让我回去问一下呢 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重新回到那个 没有招牌的店家里面 过了一会儿之后 他就重新回到 手上边就多了一个 清脆至极的鼻烟壶 然后就和范嫇的手上边 摺过了四百两银票 交给身后边那个 面都黑了的老板 第147章 送山送水送翠湖 上 上了马车 范嫇诗小声地说 不要斥着官威去欺压良民 他摸了一下 要尖的那个鼻烟壶 也都忍不住笑了出声 不过偶然去欺负下 这些奸商也都是不错的 黄启年微微一笑 眼上的皱纹 就好像菊花那样赞放 毕竟已经是四十几岁的人了 顶他的儿子 这个作者怎么写的 四十几岁人就有那么多余美文呢 又不见我有 黄启年好小心地解释到 哦 那他也都不算是奸商来的 只是这个被烟壶 他收的价钱 顶多就是三百多两 我们给他四百两 也都不算是欺负他 啊 范启年好错愕地望着黄启年 黄启年竟然对古董这家 还那么精通呢 如果不是的话 干嘛可以一眼看出这个收货价呢 你要知道 这一行水好深的哦 黄启年笑了笑 他说到说 大人啊 莫非你忘记了下官 当年在入院之前 是靠什么谋生的 范启年仿然大悟 哈哈一笑地说到说 啊 原来你当年做独行策的时候 居然还学习这些东西的 黄启年有些不是挺好意识的 说到说 我一个人 在那些小猪猴角里边 卖来卖去 不敢请帮忙的 这样 自然就要靠自己的眼光啦 有这个顾问界的行家在那里 难怪之前 他可以这么轻松地 将被烟壶的价钱斩下来 回到范府大门那里 启年小队就撇了 交给范府自己的防护力量 在这个时候 范启之前在另外一家店订的 那些线拉屏的风扇 也都来到了大门口 那帮下人 马上就接进去 真是去到最后交账的时候 账房先生就有点欲痛的 对着范启说到话 哦 这间屋 虽然是好 真是太贵了 但是少爷 一下子买出五百 会在儿奶奶那里 不好保障 柳氏这个时候 刚好行入帐房 听到帐房先生说的话 也都似笑非笑的 望着范启一眼 吓了下头 他说到话 入帐啦 范启微微一笑 向儿娘行足一礼 请足安 范启好 他们两个人 目前的状态太过尴尬 亲近的话也都说不上 寿司也都没机会爆发成敌对 范启对某件事也都觉得有点欲满 他皱实眉头地问到话 二娘啊 我看这件事用了的话应该会挺凉爽的 再在大厅那里就最舒服不过了 但是为什么平时没看到其他人用呢 柳氏微微一笑 拎了下头 他说到话 这件事呢 这件事呢 你以后就被谁都明白的啦 还不是因为那间商号要的价太高 谁都不舍得去买 夏天啊 不过得过几日的而已 就算挖个冰窖啊 都贵不得过那间房多少啦 范启醒目啊 一下子就听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啦 这个 是在内府那里买的 柳氏闹了下头 范启咚识到话 买得这么贵 有没有可能啊 就是这样的工艺 哪家商贩都可以学得识呢 为什么其他人不卖呢 柳氏微笑着话 虽然表面没人说 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个是皇上卖了充实内府的生意 谁敢去模仿啊 求求其其被监察院安个名头 最少都是坐牢留房的罪名啦 范启令出头 学得有点不妥 柳氏也很好奇地问道话 为什么一下子买了五把呢 范启好温柔地解释道话 花厅这里就要摆一把 父亲和儿娘那边就要摆一把 另外三把还要送人家 正皇府那边送一把 还有的就是宰相府上边送一把 各公府那边也有一把 柳氏的娘家也都是京中的大族 三代之内曾经出过一位国公 所以范启之中只要一提到国公府上 指的就是柳家 宏毅公柳恒 柳氏微微一呆 没想到 这位生得这么英俊的年轻 竟然会考虑得这么周到 更加就没想到对方会对自己主动示好 一时之间也都不知道怎么应对 略略有些失神地笑了笑 也都离开了帐房 其实范启也是见到柳氏之后 才偶然想到应该要缓和一下 和柳家柳氏之间的关系 如果他想范启之将来 可以老老实实地站在自己这边 避免出现一些 他很不喜欢的家族内斗场景 这样就要柳氏 不要再次做出那些 令到双方没办法缓解的事出来 少印少为自然起不到这种效果 但是如果一步一步慢慢来的话 范启就有这个自信 柳氏的心也都可以分为三部分 一边给了斯南伯范坚 一边给了范思切 只要彼此之间的利益足够大 想到柳氏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意见 至于十二岁的那场暗杀 翻行周着眉头 强行控制自己的心神 降伏自己 皇后和长公主 才是自己真正的敌人 在上府之中 林药普 西西力地掀着手里面的鼻烟壶 西小声地说道 这个是常好的祖母鹿打磨而成 那室都好像计得这么精巧 不过 虽然用的是内画 画工也都不错 但是 就显得有些多余了 袁宏道一边在旁边听着 知道宰上大人的意思略有所指 他微笑着说一套 哦 身世拜见仗人 带些小礼物过来 都是应该的 林药普微微一笑 站起身 但手揭开桌前面的那块卷族 原来是一幅画 画的也是一名老庸 独自在江边垂雕 江水去处 整块画卷上面 全部都是冰雪一片 画的旁边是一首诗 林药普淫着上面的诗 千山鸟飞尽 万经人足灭 枯州疏立涌 獨吊寒江雪 林药普小小的淫中着画上面的诗 他叹识到画 哇 虽然是一般 书法也都不出奇 但是这首诗 就多好了 一向听闻饭闲 大有事明 果然如此 这这样一首诗 你还觉得 他只是带来了 用世之间应有的情意 第148章 宋山宋水宋翠湖 下 圆满到虎少主 他心想 这位范公子也真是莫名其妙 明知道老大人 刚刚试着丧子无忌奈 心情还未平复 竟然就送过来 这么沧凉的诗画 但是他两两一沉饮 眼前一亮 诶 大人 你看看这里 他用手指指着画里面的一处 那个地方 流白点脈 正正就是山峰旁 在沿崖边那里 隐隐约跃地 可以见到雪地之中 两道极小的坦白线条 遥遥摆摆地开着叉 就好像有没有小草 要用尽气力 从雪地之中停气要伸 这个是 圆满到微笑着解释道话 此类寒江江雪崖1.6 林若浦看住画上面 那一株极难知发现的小草 面色逐渐混和 他小小声说 看来 看来 连你都很喜欢这一位 叫做梵贤的少年 圆满到 并不忌讳什么 他笑着说 哈哈哈哈 范公子家世不错 才学也都相当之不错 性情也都非常之好 林若浦笑着拧着拧着拧着 在你的心里面 他有多完美 圆满如果嫁给他的话 可以幸福 这样自然就好了 只是那件事 你真的可以确认 圆满到很认真地回答 蒼山脚下那件事 已经确认了 听闻 肺界现在正在东移城那边交涉 林若浦半背着双眼 他说道 我都是这么想的 其实我并不在意 范闲的家世才学 就是在意他的性情手段 只要性情好 手段狠 这样将来 让我死了之后 也可以护住我们林家 可以护得住 我唯一的一对子女 这样就可以了 向林拱死了之后 其实宰相大人 确实有些心灰意冷 大仔的精神有些问题 而那女 常常都见不到一面 只是他依然要为那些 还依附自己的官员 依附自己的那些族人打算和考虑 所以林若仪嫁给一个怎样的人 是他目前考虑的种中之种 林若浦面带温柔地说道 外面怎样呢 好好 比大人和我之前想像的 都还要好一点 哦 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 因为大海是蓝色的 那大海为什么是蓝色的 因为光线射入海水之后 就变成蓝色了 你不要只听我说了 我对这些东西没什么研究的 基本上都是乱说的 哦 那为什么池里的水是清的 而不是蓝的 因为池里的水比较浅 啊 嗯 在花园里面 林若仪的大哥 抢腾椅上边 鼻嘟嘟的身体 似乎要把椅砸到满了 他好好奇地吻着饭闲 他的眉衣之间 全部都是小龙哥的一种 天真无邪的感觉 即是木缸 偶然之间 会流露出几分呆滞 范咸知道 宰上府的大公子 似乎身体不太好 但是来之前 他没想到 原来院仪的大哥 真是精神有些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宰上迟迟都没有来接近自己 自己在后院等的时候 刚巧就撞上大球 也只可以陪他随便谈几句 他笑着心想 不知道 这个肥嘟嘟的傻仔 会不会突然之间 发生恼 打自己一餐 喂 你叫什么名字 范咸微笑着 看着这个痴痴呆呆的大球 聊了一会儿之后 他就发现对方 其实只是反应慢半拍 就好像一个几岁大的小孩 哥那样 傻傻的 似乎有多有趣 至少比那个帐房先生 范咸切可爱得多 大扣爷扁着个嘴仔 肥一点点的面 就牵得更加圆 嘴唇的两边 就起身 拱起两道欲问 我弟弟叫二宝 二宝不在家很久了 范咸心里面一想 想到死去的临拱 转瞬之间 看着面前的一个傻子 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 如果是一般的成年人 和一个只有几岁智商的傻子 在那儿聊天 或者会很容易深生厌糊 但是范咸就不一样 范咸前世最后的那段岁月里面 都是躺在床上没有办法移动的 而这一世 修行那个奇怪的霸道功绝 那时候 也经常陷入那种搬植物人的状态 所以她的耐性就非常好 加上对面前这个 叫做大埔的智障大寇 深生怜悯 所以也都可以一边说着笑 一边跟大埔在那儿聊天 在范咸的生活中 身边这个行动有些呆滞的大肥仔 也都实实在在被京都里面其他的人 可爱得多 要值得信任得多 我说大哥哥 为什么大埔这么肥 你做这么瘦 大埔就实眉头 似乎这个问题就令到他很困扰 范咸虎笑着回应到说 第一 你才是我大哥 我将来是你的妹夫 第二 我并不瘦的 只是大埔有点肥 大埔拎下头 打了个喊怒 从身边的那张桌上 拿了一块江南的软膏 放入嘴里面 出力在那里咬 有些口子不清地说道 大埔不肥 只是喜欢吃东西 看见在上 还没有传召自己的意思 范咸眼珠一转 转着大埔的身边 他说道 大埔啊 看下什么时候 我带你出去玩呢 好好 玩 玩什么 我要打马球啊 啥 范咸就有点头疼 心想 这一锅 就真的自己找事给自己做了 本来 打算带着大埔那里去避下屎 顺便以示为借口 将院仪 从甘胃森严的皇宫别院里拉出来 偏独猜到 这位肥大埔居然想打马球 他立即盖口说道 大埔 你想不想听故事啊 大埔的鼻孔 抹了两下 吸了两口气 轻高彩烈地说道 好好好啊 好啊好啊 大埔最喜欢听故事的了 特别是用粤语讲的故事 于是乎 宅上家里的花园里面 就开始响起了一个晴朗的声音 在这个声音里面说故事 这个故事里面说的是一个 生得很漂亮的白雪公主 和七个小矮人 在森林里面快活地生活 有一天 这个白雪公主去选小蘑菇的时候 在上林药铺隔着窗 远远地看着那边 啊 有点出乎意料啊 你看她是假扮的吗 袁猛都拎了下头 不像 看范公子满面笑容 極为之真摯 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林药铺叹在口气 唉 叫她进来呢 第149章 秘暑何需时 上 范贤行入上府的施责之后 就一直有点紧张 行入了宅上的私人书房的时候 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未来外父 更加就忍不住 自己的右手手指尾那里 微微震了一下 畢竟对方 唯一正常的儿子的死亡 和自己撇不开关系 但是她的面上 就依然保持着恭敬 非常平静 派见林西伯 这个称呼 是有点讲究的 要宰上大人 肯定就不合适 叫老大人 也都不够光彩 叫声世伯 叫可以拉近范家 和林家之间的关系 又可以隐隐约约的 提及之前 这门亲事 所谓带来的亲近感 林药铺看着范贤 这么平静的面 对于这个年轻的表现 看起来也有点满意 他略略 躲着了一下之后 说道话 今天 请范公子过来 想到范公子也都明白 是什么意思 范贤 微笑着 认道话 西伯 叫小侄的名字就可以了 林药铺暗了下头 范贤 对于这门亲事 你有什么意见吗 范贤 范贤心想 自己可以有什么意见 高庆都还未来得及 面上边 就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丝微笑 看到他的表情 林药铺的心里面 就更加安心 他微笑着说道 你都看见了 公儿去了之后 我只得这一粒仔 和这一粒女 神儿嫁给你 你要好好待他 范贤低头 沉声认道说是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林药铺忽然之间 小小声说 老的一辈 怎么都会有去的那一日 如果我冒昧地问一声 如果将来有一日 我要将我的儿子 托付于你 你 可有这个担当 范贤俩俩沉思 站起来 双手一抱拳 公身说道 你所当然 你所当然 日后 我们 就算是一家人 所以有些说话 我都是当着你的面 说清楚一点 林药铺 看着少年的双眼 似乎 想看入她的内心 深处 她一字一句地说道 虽然 没有 无论在朝 在野 你都要牢牢地记住 自己的身份 从此之后 你要护士的 不单单 只有凡家 还有林家的利益 这些说话 确实觉得有点直白 但是唯有是这样 才表明了 宰相大人 对于这门亲事 终于真真正正地 闭了头 范贤的心里 勇起一丝起意 虽然取院而过门 在宫里一手粗办的事 但是可以得到 岳父大人的手行 自然就更加明正言尽一点 只想到这番话 其他的意思 范贤似乎有点头痛 这位第一次见面的岳父大人 显然已经写起了东宫 但是就不知道 是不是准备 投靠二王子改变 世人都说 范贤和正王府 是二王子的助力 但是范贤就最清楚 自己的父亲大人 心里想得 就复杂得多了 谈了一阵奸计 就是说这次上府之行 成功结束之后 林婉怡终于 找了个时间 一晚进了一堂宫 在太后面前 孝顺了半天 又不知道怎样 趕动了平日 敲黑面的皇帝寇寇 得了指意 终于可以离开皇室别院 到处去逛一下 林婉怡的身体 在范贤和那班御医的小心操持之下 恢复得非常好 早便可以出门走一下 虽然病根还未随去 但是 常常躲在小楼里面 也不是办法 所以 艇国宫里面 终于开了感 翻行就带起过望 翌日一大早 就带着马车 和一应准备好的物资 赶到皇室别院 外面供后 不知道等了多久 院里面 终于怨骂起身 线线是几个侍卫打头阵 后边又是几个老妈子戴着 还有几个生得几飘青的丫鬟开脑 最后 林婉怡才在大丫鬟四期的参抚之下 慢慢地走出 林婉怡今天穿着一件清爽的白色单裙 头上边戴着一个龙西竹围成的粒帽 这种粒帽非常轻 帽的夏言掛着一层薄薄的轻纱 遮住太阳光 也遮住了她清美的容颜 才可以隐隐地看见她微语之间的起意 翻行迎了上去 那几个老妈子 一见到这位新姑爷就开始紧张起身 好像抗红勇士般 伏向郡主的身前 无数道眼光好像闪电般 很凶恶地挖住她 凡霞就生气了 甚至想 我出来拍拖 为什么还要被这帮人打扰 一会儿惊得我生气 再和你们下射药 等你们现在这么精神挖住我 一会儿 一会儿我就要你们 摇到在厕所里走不出来 林婉怡略大怯意地望着她一眼 手上边就用力地 摇在身边的大丫鬟 四旗突然之间被林婉怡捏了一下 差点叫出声 心想自己又得罪了谁 但是她马上就明白小姐的意思 阿纳林上前跟姑爷说 范公子 分两波走了 在西城避暑山庄再见 避暑庄是皇家避暑的园林 向京都西面 约20里开外 如果不是林婉怡今天出游的话 范嫌是没有资格又会享福的 也许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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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城避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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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暗庄